大家好,聽我們的Rootestalk 讓你愈來愈相識 今天就會有我,卡爾和媽媽 接力來為大家分享之後的音樂史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故事? 關於爵士的歷史故事 首先為什麼爵士叫做Jazz呢? 其實說法超級多 甚至連美國人都不知道是從哪裡 然後美國的放眼協會 他還把這個單字列入到20世紀的字典裡面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分享一下有幾個小說法 第一個就是來自非洲的李宇 他念Jism 他就是有力量、有能量的意思 那說法二呢 是比較多人會講到的部分 Jazzic這個單字 它是通姦、促娼的意思 跟又有什麼關係? 就是跟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曲風 它是在美國的紐澳樑紅燈區 那邊的酒吧、妓院慢慢興盛起來的 而且那時候因為紐澳樑受法國統治 然後法國啊 他將香水引進了紐澳樑這個地方 然後那個時候最流行的味道就是茉莉香 那個時候的妓女 就是很喜歡噴這個香水 因為它是最流行的味道 對 有人就說香水就是Jazz的來源 對 就是Jasmine變成Jazz 對 那說法三 也有部分是因為剛才有說到 就是紐澳樑是由法國統治的嘛 然後法語有一個Jazzper 英文是唸Jazzper 但我不知道法文是唸什麼 它就是有閒聊的意思 要設限的聊天內容 就跟爵士樂的即興很像 對啊 說法很多啦 但是因為到現在為止 其實已經都不可靠了 就只能幫助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分享給大家聽 1914年的時候 芝加哥有一個樂隊 叫做老迪克西蘭爵士樂隊 然後它在時代的花絮報之中出現 然後在三年後 1917年 勝利公司 它就為了這個樂隊 錄製了唱片 然後就正式的使用爵士樂這個名稱 爵士樂它是起源於19世紀的美國南方 也就是美國的路易斯安娜州 然後我們剛才就提到那個 紐澳樑 紐澳樑不是只有基礎 你看還有爵士樂 1682年的時候 它就命名了這個地方 然後統治者是路易斯斯斯 然後在1803年的時候 美國政府才要了1500萬的培員 然後從拿破仑的手裡 然後把它買下來 第二點就是 它的氣氧非常的溫暖 然後盛產甘蔗啊 棉花啊 然後就是因為這些種植員的需要 所以其實你就知道 會需要很多的勞動力 所以這邊就是黑奴最集中的地方 尤其像我們之前蘭調提到的那個 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 對 它就是在雙方軍隊 最激烈的戰爭就在這裡 那在這個時候啊 社會風氣非常的開放 它不同信仰 不同種族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互相去溝通聯繫的 那 那是不是給我們 會寫 嗯 是沒有錯 那爵士樂呢 它其實就是 以非洲黑人的音樂為主題的節奏音樂嘛 然後再加上 種植員裡面的勞動歌曲 哦 活動 對 然後因為去跟歐洲的人這樣子 有了聯繫之後 就慢慢融入了黑壇 黑洲 蛤 哈哈哈 歐洲的教堂音樂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 歐洲的那種 和聲音樂的元素啊 一開始的爵士樂啊 它是以樂曲方式去存在的 是舞曲的感覺 一般大家 就是都會說是從 牛昂良的 聖托里維爾 Story Vile 這個地方 那邊有超級多的黑人樂師 他們就都超會即興演奏啊這樣 然後 用的那些樂器 全部都是南北戰爭 留下來 軍樂隊留下來的樂器 要說那個時候 覺得四月有什麼特點 其實就是沒有辦法知道 就是只知道說 它是集體的即興演奏 但是呢 那童年 Story Vile這個地方呢 然後就被警察封起來 畢竟是紅燈區 所以 這些 就是樂師啊 它就只能到別人地上去發展 對 然後它就是跑 跑上去 就跑到最有名的城市 就是芝加哥 然後芝加哥也就整個就是發展起來 然後就成為了 唱片工業的集中地 嗯嗯 所以 20年代啊 那個時候發行的爵士樂 的唱片 幾乎都是在 這邊錄製的 在芝加哥錄的 然後在19世紀末期呢 美國 它就頒布了禁酒令 禁酒令 嗯 所以 酒精不能在那邊表演吧 對 它旋轉才會不會轉到美國去 哈哈哈哈 它就是舞陽啊 所以 紅燈區就在禁這個啊 旋轉1920之後 禁酒令直接變成一個正式的法律 打給我再理 反正沒有酒的娛樂之後 大家就只能拿心靈的寄託放到音樂 但是不管 爵士樂發展成哪一種流派啊 一定都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呢 就是它只會用和弦去做框架 即興就是 爵士樂的一大精髓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很常聽到爵士樂 就 就是這種 聽感很跳躍 然後不會很死的一拍一拍一拍的 這種 很搖擺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一下爵士樂的分類 那我們第一一定要先講到 牛阿娘爵士樂 因為爵士樂是從牛阿娘買的嘛 那爵士樂就是最早的那個 跟雞翅一樣 沒錯 收集資料的時候 牛阿娘打下去全部都雞翅 看起來超好吃 餓死 牛阿娘爵士樂是最早的 音樂風格 在爵士裡面 他們這裡面的組成 通常都是有小號跟短套 是裡面最重要的角色 通常都是主旋律的部分 然後在長號的話 就比較偏和弦 比較後面一點 然後還有腹部也會用短套來演奏 對 那節奏就比較穩定 就可能會使用鋼琴阿 法魔號阿 貝斯跟鼓這種 就本來就是低頻的這種 來當節奏部 這樣 這一種 音樂 就是跟 當時的行進樂有關 現在行進樂也還是有啊 這種關節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時期呢 一定還是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那我們今天來講 第一個 他叫做 金奧利弗 他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就是我們 爵士樂之父 路易斯昂斯特爾的 音樂職務人 對 如果沒有他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路易斯講 對 路易斯也曾經說過說 如果不是因為金奧利弗啊 我們爵士樂可能就不會 長成像現在我們感受到 應該有這個爵士耶 對 可能就整個完全不一樣 那他還有一首比較經典的歌曲 叫做 然後迪克西蘭爵士樂隊 也是這個時期的 非常重要的代表 第一章就是他的路 對 他真的是超級重要 定義了整個爵士 然後再來還有一位 鋼琴家 他叫做 傑利羅爾摩頓 對 他也是這個時期 非常重要的代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海上鋼琴師嗎 他就是裡面挑戰那個 1900年那個人的主角 他很厲害 他超厲害 那我們芝加哥的爵士呢 他跟紐陽良比較不一樣的是 他加入了 薩克斯風這個樂器 對 還有個人即興的部分 因為原本 紐陽良爵士樂 他裡面 大部分都是那種 集體的一起即興 對 那我們芝加哥爵士樂 開始才有個人的 即興的part 這樣 對 那我們這個時期呢 也是有好幾個 非常重要的任務 那我們第一個 一定要講到 我們爵士樂之父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然後他還 定義出一個 很屌的唱法 叫做 你聲音唱 其實他也是一種即興啦 隨便唱出一個旋律 或是一個節奏 那這首歌呢 就是被視為第一首是用你聲音唱的歌 對 那其實在前面就有很多歌手就有使用這種唱法 但是是他定義出這個詞 對 所以這首就會當作是第一首你聲音唱的歌 那再來我們還有第二位代表的人叫做 西德尼貝徹 他的高音的saxophone堪稱無人能比 真的吹起來超屌 那他的還有爵士教皇之稱 超屌 對 他是我們爵士樂阿第一位錄製唱片的獨奏音樂家 再來我們到了第三個時期叫做搖擺樂 那因為當時就是因為美國經濟危機 對 所以很多的唱片夜啊 或是酒吧舞廳之類的 都倒退 就是樂手名只能從牛到牛 向北 他們是出女樂 在這個時期呢 就是即興的部分就少了非常多 就是因為要讓觀眾啊顧客可以起來跳舞 就是跳舞變得太過分重要 對 但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配的客人 Business關係 那這時期呢也有幾個代表人 班尼 對 然後他是一個單狂館 單狂館 對 單狂館 單狂館的演奏家 對 那小補充一下 單狂館就是樹笛 那也有人叫他樹笛 樹枝主角 對 但最管為人知的名稱還是搖擺樂之王 對 那他呢就是融合了古典樂跟爵士樂的特點 一起跳舞表演 一起跳舞表演 嗯 那再來我們第二位叫做愛玲頓公爵 那那個時候愛玲頓公爵他有組一個樂團 名字叫做愛玲頓公爵管弦樂隊 大家都很難得取名字 那他就是這個樂團的指揮這樣 他也為了這個樂團寫了非常多的作品 那我們再來就要講到咆哮樂 BIVO 沒錯 BIVO他的特點他就是比較狂放 BIVO 沒錯就會瘋狂的炫技 BIVO 這個曲風會產生也是因為上一個講的我們搖擺樂 太過於拘泥在伴舞的功能了 就整個就很無聊太過於簡單 決心音樂家們就創造出了這個曲風這樣 但其實BIVO他裡面有很多規則 是你不能打破那樣 只是你可能聽不出來 嗯 只有寫的人知道 那這個時限我們有幾個代表人物 查理帕克 再還有一位代表人物叫做 塞隆尼斯孟克 很屌的地方是 他是我們歷史上爵士樂作曲術排名第二 那第一是誰 第一名 就是我們剛才前面有講到的 愛你們公爵 他的作曲裡面非常的不和諧 你知道嗎 就是你們就不知道他在幹嘛 就聽起來就整個瘋狂打架 衝擊感超無幾種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風格啦 對 然後我們有一個詩人間爵士樂品家 他叫做菲利浦來金 就叫他請戒上的大象 這樣就說這樣 然後他還會在演奏的時候 就突然站起來跳個舞 跳完之後再做一句劇團 超怪的 他好像是一個怪人你知道嗎 他的鋼琴幾乎是無私之道的 結果就是他姊姊小時候在上課的時候 旁邊偷聽 就是他的曲風就會跟別人就是超級不一樣 就對他有記憶心 就可能記得他是一個怪人 這樣也沒有不好 就完全都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這樣 那接下來 大家聽完這個 這個月尾風之後 應該可以聽得出來 就到底有多麼的讓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呢 這個時候秀氏主 康爵是誕生了 康爵他比較平容 比較滑順一點點 然後聽起來就知道他幾個特點 就是會比較典雅 比較溫馨 然後聽起來會放鬆 就是因為康爵他這個特點 他就很常被用在主題曲 或者是有代表性的配樂上面 最有象徵性的代表 就是史努比的 Linus & Lucy 還有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就是會被爵士化的歌曲 這些爵士化的歌曲 你也幾乎都可以把它定義成Claw Jets 因為幾乎是只有Claw Jets四個樂派啊 是可以被聽出 喔圓曲應該要是什麼樣子的 那這個Claw Jets他的代表樂手呢 就是一個鋼琴音手 叫做 Bill Evans 然後還有一個小喇叭手 叫做 Miles Davis 然後他們合作 推出了一首一個專輯 叫做 Kind of Blue 然後呢 他們兩個就是因為這張專輯的關係 他就在那個時候的爵士樂界 被視為一個 才華超級出眾的星星 那他的第一張商業專輯 New Jazz Conceptions 就也很相當明確的 就是為Claw Jets這個去定位 另外一個樂牌 他叫做 Heart Bomb 然後如果你說 Paul Jets 他是美國白人 在西岸比較輕鬆的生活方式的話 Heart Bomb他就是比較想要去重新捕捉出 黑人那些非洲音樂裡面 比較熱情的那些音樂元素 然後在東部的底特律發展 然後他就是因為 會比較熱情啊 然後比較有起伏 所以他其實比較多 抖音啊 滑音啊 或者是一些戰音的 一些濃烈的情緒表現 然後他的節奏組啊 也通常是以那種 會讓你聽起來很搖擺 那種 驅動性的 的那種搖擺感去 去前進這樣子 到了 莫達爾爵士 他叫莫達爾爵士 他在1950年代發展出來的一個爵士樂 他在之前古典樂的時候啊 在巴哈的音樂裡面就已經出現了 只是那個時候叫做希臘教會調式 那在巴哈以後啊 就是音樂其實都會以調性發展為主 就是我們聽到的C大調啊 B小調啊 E小調啊 這種都叫做調性發展 那他就是會將八個音符 隨意組合 成為一個模式化 對 然後他就會 樂手就會利用這些音階內的 模式化的音符 然後再去進行即興 然後或者是把音符配合成和弦 再去進行表演 所以這個model jazz啊 他對於之後的音程 也有很大的影響 接下來就出現了一個叫做 free jazz 他整個就 我去配合你 或者是我去對抗你 對他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模式 JAM的感覺 沒錯沒錯 喔對就是JAM 這個Coleman 反正Coleman呢他在做free jazz 這張專輯的時候 他就找了另外七位樂手 然後他們就組了兩個四重奏 然後他們就是開JAM啊 開JAM開錄 所以你知道 JAM起來 那一首歌 38分鐘 比一個Podcast還長 他就是為了要跳出這個音色的射線啊 他也會常常會以 穿透的樂器來去做配襯 最後了兄弟們 我們來到了Jazz Fusion 你有吃過Fusion菜嗎 就是可能會把台式跟西式 然後融合在一起 變成一檔菜 他就是以爵士樂為基底之後呢 融入了像是funk 或是拉丁 然後是搖滾 然後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 那現在就是他會加入一些 電子樂器 電子聲音 然後讓他更具現代的感覺 就是因為BeeBeeBee的關係 他整個改變就是很僵化嘛 整個結構很死 就變成說 OK 搖滾樂就直接開始興起 他變成十下最流行的樂種 然後 Jazz就快掛了 對 Jazz就死了啊 他就沒有他的聽眾啊 那就是那個時候啊 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Miles Davis 他就是發現說 搖滾樂開始流行了 那為什麼 搖滾樂的樂手 他們好像根本就沒有很懂音樂 可是他們的歌曲比較多人聽 就是因為他們創造的東西 讓平凡人比較聽得懂 那不然 我就把搖滾跟爵士合在一起看看 然後這個JazzFusion啊 他對現代的流行樂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好啦 我們介紹了九個 絕世樂的流派 真的超級多 對 但其實還有更多 還有很多 很小很小的一些分支 下一集的話 應該就會跟大家開始聊聊搖滾樂 就會離現代再更接近一些些 大家應該會更熟悉 沒錯沒錯 那今天看完我們的影片 別忘記按讚 留言 分享給你那些喜歡Jazz 但根本就不知道Jazz 從哪裡來的那些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